祝福健康 干杯 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 邀请到现场为大家打气的一位特别嘉宾 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总会长 陈耀逵先生 陈总会长您好 新早 陈老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陈总会长 您是在越南投资很多年 然后也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台商 那您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在越南投资的经验呢 好的 我在越南也有一段时间了 在河内虽然比在胡志明市的发展还晚 不过河内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地方 目前在这里的台商也越来越多前往投资 那么您在越南生活那么多年 一定是对越南的食欲住行都很了解 那我相信您也是具有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哦 是的 我在越南相当多年 对越南这块土地也相当了解 在某程度上也非常有感情 至于讲越南语的部分 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那在学习越南语方面您有哪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是的 刚记得到越南的时候 我常出席一些活动 在宴会上跟越南朋友敬酒致意 不过每次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或是要说干杯 怎么讲 让我也很苦恼 因为越南人在敬酒方面都用这样的方式来敬酒 那我们来叫大家学干杯这个句子好吗 好啊 那我们得一起来学吧 好久没有出去旅行哦 像我去年去德国觉得好好玩哦 那你真的很喜欢去旅行啊 那你去过越南了吗 去过了 我去过两次 我超喜欢越南哦 真的哦 那你去越南哪里啊 胡志明市以及河内市 那你对越南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越南人都很亲切热情 还有我很喜欢越南朋友聚会敬酒的时候 都会说 很好玩哦 这个你也会 不过正式的我应该向您说 祝福福 祝福福 你知道吗 越南人真的是很喜欢讲这些 如果你要举杯子向别人致敬 你就可以这么说 正式的我应该向您说 祝食葵 哇 祝食葵 祝食葵的句子中 祝相当于中文是祝福中的祝 名词食葵是指健康 祝食葵在这里呢 一指的是祝你健康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说干杯的 那祝是百 那粉是指分 祝粉祝 一指的是百分百 那意思就是请我们把它喝完 也等于干杯的 大家都了解了吗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来练习短句中的句子吧 复习总是不能少的哦 是啊 我们回来复习短句中的句子吧 那你对越南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越南人都很亲切热情 还有我很喜欢越南朋友聚会敬酒的时候 都会说 很好玩哦 这个你也会 不过正式的我应该向您说 祝食葵 祝食葵 陈老师 祝食葵 祝食葵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越南人了 我们明天见 Hang up like Hang up like